如果你單是來參加聚會 你不需要拿證書 你不需要擔心任何的事 你可以很輕鬆地 你幾時來 幾時不來都可以的 不過我當然歡迎你能夠來 如果你想拿一個參加者的證書 就叫做聽講證書 在第二頁頂那個方格裏面 就有這個參加者證書 這個聽講證書是甚麼意思呢 因為我們這是一個訓練課程 當你上到四十二堂 即是起碼四十二堂 你已經對於聖靈的運作 和各樣的侍奉都會有一些觀念 所以只聽講你已經會提升 所以我們就給你一個聽講證書 由下一種證書就是操練證書 第三種就是侍奉訓練證書 操練證書就是甚麼呢 只是操練就不用做功課那種 所以有些人說 我都沒有讀書很多年了 我不想做功課 那你可以拿第二種的 那是要操練的 譬如我們大令敬拜 或者為人討告 各方面 你可以操練 這個呢 只是操練 而第三種呢 就是拿這個 侍奉訓練證書 這一種呢 那這一種呢 你不要以為是很多功課 其實那些功課都是感想來的 在輔導幫助人那方面 就會多些少 那我待會會解釋的 其實不是很難 如果你想衝破 你可以嘗試一下 就去填這個 那你真的做不到 那不緊要 就降回下一級 都不緊要的 不是叫留班 不過你就拿另一個證書 那我想說呢 就是我們 我們準備這個課程 在一年 就會上第一次 第一次的時候呢 每一課 譬如廣道一 叫廣道一 你第二年再上的時候 就是廣道二 就是因為會一路操練 一路提升的 那廣道三 那我們不知道去到多少 就會幫助你在那樣的事奉 一路一路提升的 那這個是 因為神很想在末後的日子 興起很多事奉的人 並且是跟神 很有親密關係的 被神的愛感動的 然後呢 被神去更生改變的 那樣的事奉的人 是神所起業的 那這個看到我 在第一頁那裡 講到這個 聚會和這個課程呢 第一就是幫大家 投入敬拜愛慕神 即是和神有關係先的 建立這個靈命 和四年充會 又處理生命 然後才去受粗裂 然後呢 進入不同的事奉 好了 那我現在呢 就簡單地去講出課程 先由先講這個時間表 大家進入第二頁 大家下面看到這裏 必修科目 就有兩科必修科 即是凡是你想拿證書 無論你是拿 這個職業證書 或者是拿 侍奉訓練證書 你都有兩科必修 為什麼我們會 有兩科必修呢 因為這兩科是非常重要的 第一科就是 恩高討告服侍 第二科就是 木養輔導 這個恩高討告服侍 是包括很多東西的 在裏面你會看到 學習怎樣聖靈充滿 學習代討 怎樣幫助人祈禱 幫助人祈禱 幫助人經歷聖靈 幫助人經歷釋放 醫治 或者是有先知性的服侍 都是在這個裏面 是會包闊的 那些只是拿粗裂證書 就只是粗裂為人祈禱 如果要拿作業的 他要寫一些報告的 這些報告 其實在這裏我已經說了 就是一個簡短的報告 對於這個感想 有做得好 和需要改善的地方 其實很簡單 那些字都說得很清楚 木養輔導 是一個大題目 它裏面包括很多東西 第一包括輕鬆得性 這個是神給我一個教導 處理生命 活在神的愛中 時時享受神 又處理生命 又發揮生命 是一個全面性的生活方式 其實現在你上網 YouTube那裏找業牧師 那大家可以上去 就會見到輕鬆得性的教導 但我都會在這裏說 這裏有兩個YouTube 一個就是卡書葉 第二個就是耶7535 這兩個YouTube裏面 就有不同的教導 其中就是輕鬆得性的教導 還有有很多檔案 放在這裏 大家可以去客載 這個輕鬆得性 是整個生命處理 每天都輕鬆鬆 不用介意什麼 是全面性的發揮生命 但亦都不是失控的 是能夠處理生命的 譬如我在聚會 我就會在這裏笑 但我不會隨街笑的 你會看到我 突然間在這裏笑 我不會的 我會管理我自己的生命 亦都是幫助什麼呢 活在神的愛 處理生命 發揮生命 這個輕鬆得性 是這個教導的很重要基礎 所以希望大家 不是單是學 是要用的 是要不斷用 你要不斷用 我會講了之後 大家是不斷用的 而且也會講到 怎樣幫助人的靈性 所以這個題目是很大 處理自己的靈性 又幫助人處理他的靈性 也都包括輔導的一個大題目 為什麼我們將它合併 這麼多東西是有原因的 因為如果我們輔導又要練習 這個木養輔導又要練習 那就做了兩次了 所以我們將它合併 所以你做的時候 你只是一起做 輔導是會教一些輔導的技術 是大家都可以學到的 不是很難的 是大家可以應用到的 事實上 多數人都有輔導 不過有時候輔導的時候 可能只是叫人做什麼 人家說 哎呀 我很不開心 不要不開心 祈禱就可以了 人家聽到 經常都叫我做什麼 叫我做什麼 就未必覺得安慰 我們要學 怎樣去回應人 怎樣去接受他的感受 學習輔導他 去聆聽他 去關心他 然後怎樣幫助他處理生命 這個是在牧養輔導 全面性 包括處理自己的生命 以及處理別人的生命 而它裏面 除了寫一些報告 但是報告不是每次都寫的 就是我們要做十次 詳細大家可以慢慢自己去看 而有兩次是要錄音 你問了他批准 其實你每次可以錄音 自己聽回 問了他批准 你錄了音 就交十分鐘給我 如果你不懂怎樣做 你可以問我 那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這個就是提升了 其實是很難得的 當我們輔導的時候 我們會在很多地方 不知道怎樣做得對 有沒有做錯 有沒有令人有壓力感 那當你錄音給我的時候 我們會回應你的 其實這個是很大的禮物 因為你能夠有一個免費的課程 你能夠學到輔導 並且會給你回應 這是一個很大的禮物 希望大家不要覺得壓力 那可能你操練多些 然後你才錄音 那你不要有大壓力 好了下面是選修科目 為什麼選修法呢 就是這樣的 一年之後你的證書 會上面寫明你有幾多科讀完的 其中兩科一定有的 就是師傅所說的 恩高託教復士 以及牧養輔導 另外就是小長組長的培訓 那些內容其實都已經講完了 怎樣做報告都簡單 其實基本上我盡量減少那個功課 是盡量減少 即是說就算沒有讀書很多年的人 都可以嘗試去做一下 當然你看你的時間 下一個就是大力敬拜 那你先看我大力敬拜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我是一個自由進入神同在 輕鬆又享受神 又和神有心關係的一種敬拜的方式 那我會幫助大家去帶領這種敬拜 那分享是只不如 就是分享個人分享 或者分享經文 那很多人在教會已經分享了 但是我會幫助你怎樣分享得更加好的 那又是樂器 我們會教彈琴彈吉他和打鼓 那有些人會說 那你一個人怎樣教這麼多東西呢 其實在裡面有些內容 我們都會請一些人講的 譬如會請李敏南牧師會講其中一些 也都是有其他人先醫性比較強的 就是來講一些先醫性的 怎樣領受神的聲音 這一類的教導 那樂器和聲樂 可以講到要教別人唱歌 那些我們教的課數不太多 最重要是回去練 你可能每次回來 如果那些操練那些 好了 你彈到了 我教你彈基本的 彈完之後 你回去練練 你彈彈給我看 一起跟我練 那我就會一起領敬拜 那我就會知道你的進度 我就會給一些回應給你 就是有很多這些操練 好像司徒祭那樣的 就是我一邊做 你又跟著看我怎樣做 跟著你又做 做完我給你一些回應 很多東西都可以 不只是那個禮拜講這件事才講 譬如敬拜 不只是講敬拜那個禮拜才講敬拜 是其他日子 每次我領完敬拜 我都會多數會講些少 但是今天因為時間關係 我不能夠詳細再講 就是我領敬拜方式 我下次才會再講 我到底做了些什麼呢 我會給大家知道 所以有很多的學習 是在整個過程都有學習的 好了 接著到第四頁 報道 就是講到傳福音 我們會有要求 大家向十個人傳福音 和寫一些報告 亦有一個要求 就是帶你兩個人信耶穌 那你說 不知行不行 一年之內行不行 其實你靠著耶穌 一年之內 我相信一定可以帶兩個人信耶穌 你帶了信耶穌 你還訪問他 我不是叫他做功課 是你跟他寫個得教見證 這個是交功課的 下一個就是主題式的 研究聖經和色經 那麼很多聖經的經文 譬如對於很多題目 對於聖靈 到底在聖經怎麼說呢 對於處理生命 到底在聖經怎麼說呢 對於很多事情 在聖經怎麼說呢 我們都要 怎樣由聖經達到這個結論 我自己本身是有兩個聖經神學的學位 我大學就是聖經大學讀 我學士學位都是聖經科主修的 然後我兩個碩士學位都是聖經神學的 那我是很著重解釋聖經 我同時呢 後來我才經歷色年充滿 1998年的時候我經歷色年充滿 那麼我就 將我所有學的我都應用出來 在聖經 那我會幫助大家 怎樣由聖經達到一些結論 怎樣去讓人看得到 這些教導不是一種習慣 而是真的聖經裡面可以達到的 還有呢 帶領查經 怎樣去帶領都會講到的 還有講到 那有些人說 哇 講到好像很難 其實呢 靠著耶穌我們是可以學到的 那一步步提升的 也都有要求是三次短講 即我們不能夠給你太長時間 可能十分鐘 但你在外面可以找其他短講都可以 你可以用其他短講來達到這個目標 然後呢 就帶領聖靈恩高聚會 什麼意思呢 帶領大家一起愛慕神 讚美神 去親近神 讓一班忍智慧呢 就在你帶領的時候去經歷聖靈 經歷神的感動或者輕散 教導這個 帶領聖靈恩高聚會的意思 正是先 我靈敬白都有一部分時間 是幫助大家 怎樣在當時立刻處理生命 放下重招 即時享受神的愛 那最後一樣就是宣教 那會講到一些宣教的歷史 和一些的造法 那還有呢 我們這個課程也有另一個特色 就是會帶大家去服侍的 如果你想的話 那這個是自願性質的 那第一就是在香港了 在香港呢 也都需要大家去幫忙的 如果你懂得有些教會 想我們去服侍 無論在聖靈方面 或者在敬拜 或者是在某些方面 去幫助這個教會 如果你懂得有些教會開放 你可以介紹我們 我們跟他們聯絡 然後呢 讓我們有機會在香港 和去到不同的地方去宣教的 那大家是可以去選擇 你到底呢 參加多少宣教 那我們在報名表 都在底下寫了三樣可能性 第一呢 在你的報名表 第四點裡 有講到 第一就是本地服侍 你願意呢 有興趣參加本地服侍 那你就可以去剃一剃 然後外地即日短孫 即日翻的 那你想的話也可以參加這個 第三就是外地多日短孫 那你想的話也都剃了 剃了不是賣新契 不是每次都會去 是你 我知道這個名單 我就會問你 我有這個聚會 有些短孫 你上不去 那你就會選擇的 那還有呢 也都有一欄呢 就是我星期日有可能不參加服侍 那意思是什麼呢 所有你們來參加 我都會是 想你們的教會 知道和接受你去參加這些宣教 就不像忽然間失蹤了一個星期 你為什麼去了哪裡呢 不想你的教會有個不好的印象 希望是祝福你的教會 讓你的宣教 跟著影響全個教會 有更多人去參加宣教 如果你的教會 許可你 星期日可以參加的 即是一起去服侍的 可以的時候 你就剃個剃 但不是你一定要過的禮拜 不是那麼多的 即是有時候 你願意出的 你就可以剃一剃這個星期日 即是除了你選擇的 好了 那我們去回這份資料的第一頁 第一頁就解釋每一科有幾個課 但大家有些會發覺 聲樂得一課 惡氣得一課 那怎麼學到 就是我講完那一課之後 我會繼續會講回 陸續會講 誰想學的 有時我就會示範給你看 怎樣做法 即是講個大致上就是在那一課 但有些人說 我對於聲樂沒有興趣 那我來那一課有什麼用呢 其實你學一學聲樂就算你不去練 會幫助大家唱詩歌好很多 幫助你怎樣有氣 怎樣有共鳴 怎樣唱得有感情 這個是可以學到的 還有樂器 你說我真的樂器不行的 你不學樂器 你可以學節拍 很多的節拍 如果你留意我彈琴和彈結他的時候 有很多不同的節拍 這些節拍 當你學到的時候 你就唱歌或者拍掌都會很不同的 譬如我拍掌 我會跟那個節拍 我又借喜樂 主耶穌持久我 我又借喜樂 即是會跟那個節拍 這個東西是可以學到的 所以其實每一課這裡所講的 就算大家沒什麼興趣 都可以來學到東西 還有每一課 我們都會有聚會 即是一個祝福大家的時間 有信息的時間 讓大家在這段時間得到鼓勵幫助 即是不只是一個上課的 其實那個感覺 不是好似上課 不過是在上課 他也是聚會 但又在教授 又在訓練授 這個就是課數 其實這些可能會改變 因為根據有多少人報名什麼 有些人多報名 可能會調教一下 而下面就是 由現在到十月底 哪一課教什麼 這個也是可以改變的 不是一定是男性 不過這是給大家一個提示 所有人這裡都可以參加一個 讀經計劃和背經計劃 因為你想侍奉主 你都應該讀聖經和背聖經 我將要求降得很低 讀經每天只讀一章 一年就會讀了新約 和讀了詩經的部分 背金句 一個星期背一句 有時一節 有時有三節 其實對於事奉是非常有幫助 如果你想拿到這個 事奉訓練證書 你是一定要這樣做到的 其實兩個都是 操練證書 兩個都是需要做到這件事 今天你如果填完你的資料 那些電郵 我會發出電郵給你 告訴你什麼時候讀什麼經文 什麼時候練什麼經文 會傳給你 但有些人說我真的不行 不過我又想操練 不過我真的練不到 那你就和我個別談 或者和Manny個別談 我們就會衡量你 可能減少些 或者之類 有些人可能太久沒有讀書 或者覺得我做不到 我都不想因為這件事難了大家 那你可以和我們聊一下 謝謝大家